崔升 竞拍吻戏 家暴传言 全智贤的豪门生活真如言情剧所写 3月初有消息是 因为丈夫崔俊贺继承家族企业CEO的职位 全智贤也升级为了总裁夫人 女神依然颜值在线 一点也不垮 两人还育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人生简直不能再圆满了 于是大家又开始八卦 为何女神的事业和婚姻走得这么顺呢 一 先说说全智贤是怎么认识的高富帅崔俊贺先生 与其他豪门公子哥副业就是追求女明星不同 全智贤与崔俊贺竟然是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 崔俊贺的外婆叫李英希 网上所说的韩国开发银行总部是他的作品 其实是误会 因为韩国另外一位建筑设计大师也叫李英希 男性 因为隔着国家和语言的差异 就连百度百科也没能查证清楚 而我们要说的这位李英希 其实是一位韩服设计师 40岁之前 李奶奶一直都在经营自己的小店 因为丈夫是军人 她的小店厂上有很多长官的妻子来光顾 其中甚至包括韩国前总统卢太渔的妻子 所做的韩服一度成为贵太太们的宠儿 41岁时李奶奶决定进军时尚界 亲历于改良韩服和生活韩服的设计 并陆续举办了韩服时装秀 将韩服的传统美和现代元素相结合 成了韩国首位在巴黎时装周举行大秀的设计师 李奶奶也曾为韩剧 供S中饰演女皇的明士兵打点古装戏服 上过央视纪录片 在纪录片里聊到给迈克杰克逊设计演出服务后 迈克还特别回信感谢他夸他 可见李奶奶在时尚圈的地位实属顶级 再说说崔敬赫父亲这一脉 权志贤的公公崔坤 是韩国AlphPate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大股东 公司流动资金达3.4万亿韩元 这个公司也正是前面所说的 崔敬赫接任的CEO的公司 一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巨额资产 都是依托实业来的 崔坤的另一个身份就是钢铁企业CEO 崔骏赫是崔坤和李金宇的二儿子 大儿子名叫崔骏浩 2001年曾在组合XLunger中担任主唱和Rap 你可能会想相比当CEO的弟弟 这位豪门长子有点不务正业啊 其实那只是年轻时的叛逆 崔骏浩后来任职 韩国双龙建设 是不是听起来就与钢铁业务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韩国双龙建设是韩国排名 第13的建筑公司 如果排除财阀系列 三星LG 算是规模最大 但是2012年曾有资金危机爆出 崔骏浩的公司有困难 相比父亲和弟弟弟媳 他的妻子或许更能提供帮助 没错 全智贤的大嫂正是新加坡首富 郭令明的女儿 娘家资产高达8000多亿台币 本科毕业于韩国高丽大学 韩国排名第二 后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金融专业读研 很多富二代都学习金融专业 以便于接管家族的资产 二 再说回到全智贤 之前提起 新闻通稿大都称两人是青梅竹马的好友 但是也有网友透露 并非事实 如果青梅竹马 为何婆婆竟然到结婚前 才了解到全智贤竟然是一位大明星 女强人忙到连儿子童年的玩伴 也丝毫不知情吗 但至少两个人看对一眼这件事 的确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因为全智贤在崔骏鹤之前 还有两段知名的绯闻史 只是当事人并没有承认过 全智贤出道是被CDHQ经纪公司 郑勋拓挖掘 郑勋拓在人群中发现了气质出挑 才十几岁的全智贤 成为了他的经纪人 之后全力扶持他 一路成长为如今的巨星 郑勋拓对全智贤有治愈之恩 也有栽培之恩 但两人的关系 在全智贤大火之后有了改变 2004年 韩国一家媒体Newsys 引用全智贤身边有人说法 全智贤与Steel HQ经纪公司 郑勋拓社长原定11月左右结婚 但南方的个人原因 婚期可能会延迟 在处理好后 两人会重新订结婚日期 报道已曝光 马上在网络引发万人讨论 粉丝更是要宣布退出影迷会 连带Steel HQ相关企业股价 也跟着直直落 市值瞬间蒸发10亿韩元 Steel HQ随即否认 并宣称要将Newsys告上法庭 不过后面发生的事就更加离奇了 2009年 韩国警方发现全智贤的手机被非法复制和窃听 而复制他手机的私人侦探King 则是郑勋拓花640万韩元雇佣的 为了监控全智贤的私人生活 最后因为证据不足 警方没有将郑勋拓定罪 在外界都以为两人会就此分道扬镳时 2010年 全智贤竟然与郑勋拓续约一年 这两人究竟有没有过恋情 外人也无从得知了 只是从这些蛛丝马迹看来 可能是比恋爱关系更加复杂和狗血一些 2011年 全智贤脱离了郑勋拓的掌控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打理经济事务 在这之前半年 Ring在自己的秘密微博中上传的暧昧照 被网友发现 有八卦新闻的记者曝光了Ring 出入全智贤首尔家中的照片 并爆料称两人已经相恋一年之久 全智贤从小就骄傲 学生时代曾经参加学生会主席竞选 被学校资助人的孙子撬走职位 撑了炮灰 他跑去质问老师摔门而出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前面也说了 全智贤并不是像偶像剧那般白吃美 而是典型的精明女人 决定的事都会提前做好规划 所以照顾崔俊贺 自然也不会是随便发发善心的 和崔俊贺确定关系后 全智贤融入南方家庭的速度非常快 还没进门就哄得老人家心花怒放 崔俊贺的外婆李英希生日时 她献上八笔娃娃蛋糕 娃娃出来改良汉服 正好符合外婆含服设计工作性质 常常给外婆做饭 李英希成功被圈粉 她很优雅很棒 厨艺一流 连孙媳妇推荐的冰淇淋都是最好吃的 准婆婆李京宇更是成为了全智贤的甜感粉丝 全智贤是所有人梦想中的儿媳妇呀 全智贤陪着婆婆去打高尔夫球 据说李京宇向朋友介绍全智贤就说 这是我媳妇 当然有全智贤这样的儿媳 婆婆还是很长面子的 到了结婚当天 全智贤先召开了记者会 把媒体安排得明明白白 把两人从相识相恋求婚 过程统一讲清楚 免得往后再有什么负面猜忌 婚礼不接受赞助 一切从简 聪明的全智贤还把礼金 全捐给外婆的服装公司慈善基金 既迎公众好感 又恐外婆开心 我们来看看婚后的生活 全智贤曾经在采访中透露 在结婚后因为丈夫要上班 起床时间非常早 所以她也必须在六点多就起床 为她打点一切 在生下孩子之前 婆婆几乎每日都会向她施压 关于孩子的事情 婆婆经常对我施压 当然她的态度是很婉转的 例如她会指着家里的家具说 哎呀这些家具将来不合用的 要圆角的对孩子才安全 不仅孩子 甚至在拍摄吻息的时候 还需要向丈夫报备 获得她的同意才能拍摄 其实自恋爱之后 全智贤就得事无大小向男友汇报 她说崔俊赫是很强势的男人 当年看到盗贼门也叫夺宝联盟的剧本 崔俊赫得知她与金秀贤有吻息 气得暴跳如雷 当她知道有吻息后 第一反应是很妒忌 她也很紧张 不断地问我会怎么做 怎么拍 怎么吻 我解释说自己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 不能够因为有男朋友就不拍吻戏 她才硬着头皮表示理解 不过 盗贼门上映前后 还没集中报道 全智贤与金秀贤的吻戏 崔俊赫打开电视机 上网看报纸都会见到这个片段 本来已经没事的她 又怒火重燃 耿耿于怀 网络一度盛传 全智贤被家暴的消息 全智贤忍不住向记者诉苦 每次老公看见吻戏都会生气 她一发火我就很惨 我只能向她保证 将来吻戏可免责免 如果那部戏我一定要接 我会等她同意之后再拍 考虑到崔俊赫同学曾在美国留学 也曾在美国公司工作多年 对待妻子的工作竟然如此保守 还是有些令人费解的 也许这就是在乎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吧 看起来豪门婆婆和老公的控制欲 大都很强 即便是精明能干的大明星全智贤 也不得不在嫁人之后委屈求全 所以从来就没有哪一种婚姻和爱情 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做得好不如嫁得好这句话 其实是做得好才能嫁得好 还要有能力经营和维持婚姻 如果是豪门还能忍得住 守得住自己的初心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